没有错误 可能是生成的时候可能有点问题 我重新画了这张贴图以后就好了 很奇怪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它为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 生成 就出来了 Front这个 这个我们还没有你压 创建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写个 UI Manager UI Manager呢就是可以放到它的上面去 比如我们写一个 打开 反应比较慢 我们可以写这个函数 比如public void onclick 就中间那个面白 生成 那生成中间面白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系列的面白 又把它隐藏掉 隐藏掉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首先我们获取到它的对象 OBG Manager 这一个 OBG Panel 等于 GatePanel 这个是Main的Panel 这是前面那个Front 把FrontPanel隐藏掉 ZetaActiveForce 然后 把我们的这个 GameObject的面白 创建出来 这是 第二 Creator Adlobe E Panel Mard EL 然后就是 OBG Manager SitePanel OBG 就重新设计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标本 挂到我们中间 啊 啊 挂到我们这个前面这一个 把他拿过来 就是把我们的 UA Manager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他里面有这个Button 啊 这里面可以贴押 就是把他 拿过来 他有个H数 然后 UA Manager里面就一个 OnClick Main的Panel 然后 保存一下 应用 应用完以后就可以打包了 好 Buil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 中页面板生成出来 好我们运行 好这就是一个 Panel 点击一下 Main的Panel就出来了 好我们再点个 设一个返回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 Public Build Back Front Panel 然后返回的话就把它 再显示出来 就这一个 显示出来 然后 Panel.Theta Active True 同时 我们要把它 把我们的 这小就用了 GameObject 中间那个 OBG OBG Get Get GetPanel Panel 然后 Main的 Panel Force 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UX 问题 就是我们创业一次以后 这点的话 它还会重新创业 那我们应该就做一个 判断 就是 看看它能不能获取到 就是 比如我们如果 DimOBG Panel 等于 Git 不是 Git Panel 就是 Main的 Panel 就是 如果 Tanel 等于空的话 我们 处理一下 就用它处理 否则的话 Panel 就是 自在 Shit Active True 就是我们 看看里面 有没有 有的话 没有的话 就创业 有的话 就收于这个True 它收于False 好 我们看一下 就把这个返回 就是Main的Panel 如果返回 把它开始设上去 Manager 返回这一个 然后增加一下 把Main的Panel 放进来 有个OnClick 返回到 嗯 这么只有一个 是吧 嗯 OnBack 嗯 这个 我有个错误 这个点是Theta Active 太初心了 好 这一个就是 看一下 On Back Front Final 好 用一下 应用一下 好 把它去掉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两个解带的 第一个 点击 发挥的一个报错 28号 我们看一下 地上是空的 否则 这 好 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运行一下 好 我们撑起来打波的 重新打一次 好 运行 开始Front 点击 返回了 然后返回 你看吗 点击 返回 点击 返回 就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创建 返回一个 这个界面 那后面大家自己写一下就可以了 比方简单 其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逻辑的过程中 只要我们把接口使用好了 直接去丢用就行了 比如创业 也如果是空的话 这么写的话 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我们反复的去实力化 因为这个还说就是实力化吗 每一次是实力化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每一次去实力化了 这个还是用个 一二三就行 有限级都一样的 这样我们的整个一个demo就出来了 那当然你再接一个场景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通过 OBD Manager就可以把它创建出来 就通过这个 这一个可以创建出来 这也是我们的就是一个逻辑的使用 其实比较简单 把这里面的电码都不多 只能从这个Game Manager里面去调用了一下 去增加就可以了 就是运行的时候 我们Game Manager里面 就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管理力写出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调用了 这也可以 这前进以后 这到下面 给大家就是这写一下就行 这个因为不难了 就是 public void 最后一个就是 后面那个就是panel click panel 在下面一个 在下面一个呢 就是也是创建出来 就是 第一个 直接获取到 这个对象 然后 给它写发性质率四 这一个的话就是 这个不用了 得到这个main的panel 就把main的panel收给force 然后 然后 对这个多一下 啊 那放了fals 啊 main的panel 我们可以对啊 对这个创建出来 就是要把他收给force 就把他创建出来 这就是 这就是backpanel backpanel 可以了 他这个设设计一下 看看 没有错 没有错 把它设一下 就是front 呃 made made panel 然后 然后 有个front front的话 我们也是把他拿过来 按 就增加 把他拿过来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 嗯 然后click 和backpanel 然后把他应用一下 刷除掉 然后打拨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一 地域导 且进 你看 对应藏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一个 创建一个 三个界面 当然这个返回 大家可以自己的写一下 就返回到那个 呃 前面界面 当然要和他一样 要判断一下 是否有了 没有了 的话 去就可以了 考试整个一个小demo 当然 场景加载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加载一下 加载个场景 就不用用一个背景图了 可以用一个小图标 对 后面有个背景 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 就给大家讲完了 好 谢谢